大家好 我是阿倫 我今天來到這裡是新宿車站 我今天來到這邊要做什麼呢 今天其實我跟一位老朋友有約在這邊 然後想說帶他去吃一下就是 新宿這邊有一間非常有名的 專門在吃水果盛代的店 然後他那間店是可以吃到非常多 當季的水果的一個店家 現在已經在這邊的改札口 然後他已經…已經到了 小白河 沒錯 就是國民女朋友 小白河 小白河 大家好 好久不見了小白河 真的 兩年三年沒有見面 因為我已經快要兩年沒有回台灣了 所以真的是很久沒有見到小白河 這一次因為他剛好回來 終於來到東京我們可以一起去吃好好的吃個飯 你的中文好好喔 你的日文也很好 好難得 聽你講中文 但是我影片裡面我都講中文 因為我跟我聊天都是超級流利的日文 所以真的以為是日文 我也感覺到很久沒有見到小白河 雖然說在電視上很常看到的 但是真的是很久沒有見到本人 所以其實現在也是滿開心的 然後我們現在馬上就出發 帶大家去看那一間 就位於新宿車站附近步行 只要五分鐘的聖代的店吧 走囉 小白河現在有多久沒有回來日本了 大約兩年沒有吧 沒有回去耶 回來之後你第一個吃的東西是什麼還記得 小白河在小白河的冰淇淋 不錯耶 小白河 還有日文 你知道嗎 那個日本的… 對 超商店的那個結帳的地方 在那邊賣的… 賣熱食的那個熱狗 對… 好想念吃所以就馬上吃 我也好想要回台灣吃打米之類的那種麵攤 對 超想要吃的 好懷念 那個在日本沒有 沒有 沒有 那完全沒有那種東西 對啊 好 那我們現在來到的這個地方呢 是JR的新宿站的 哇 這邊是南口的對面 然後它的那個 我們要去的店呢就在這邊附近而已 我們再繼續往前走吧 那間店呢 就在這一個 新宿南口大十字路口這邊呢 轉過去就到囉 那間店呢就在麥當勞的對面 所以我吃一大唷 我們到了… 到了 對 就是這一間果食園Ribel 你最好可以耶 如果你們想要吃一般的料理的話 還有這種ハンバーグ啊 還有オムライス這邊也都有 還有披薩之類也有 OK 那邊很貴 草莓就不知道 不知道到底要花多少錢 那我們看看我們是要吃這個 聖誕呢還是吃蛋糕呢都OK喔 OK 那我們進去吧 哇 スゴイ 好強喔 還是下面根本就超市吧 市場 これもスゴイマンゴサンだ ヤバー 這個マンゴサン 三名字 これ… シカ シカ スゴイ 你一定會喜歡的 ヤバー 而且這一間店呢就是有非常非常多這種 當季的水果有沒有 然後像是比如說水蜜桃 它這邊還有寫說他們水蜜桃是哪裡產的 山梨縣產的水蜜桃 長野縣產的水蜜桃 還有這個葡萄等等的 各種種類都有喔 超新鮮 OK 這個就是他們的Menu啦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些裡面有什麼東西 像是除了這種蛋糕類的東西之外 你要吃Pizza 那種水果三明治最近還滿紅的 然後還有像是蛋糕Pasta 還有像是這個什麼牛排等等 這邊也都有耶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它還有像是飲料類的東西也有 還有這百分之百的果汁 西瓜呀草莓呀等等的 還有這個是哈密瓜 木瓜 這邊日本能夠看到木瓜真的還滿稀少的耶 應該是菲律賓 菲律賓產的木瓜 然後還有接下來這裡面就是我們今天所主要想要吃的 就是聖代 聖代類的 然後各種不同的水果 然後這個感覺不錯 我們等一下可能會吃一個這個 三種不同的 藍莓 草莓 藍莓 草莓 藍莓 草莓 這個是桑聖類的東西 桑聖 對… 然後旁邊還有一些Pancake之類的也有 Oh my God 然後還有像是Salada等等的 就是你想要吃什麼都可以啦 對 真的有各種不同的東西 我們吃很多耶 就請大家自己來發掘囉 我也可以吃 超人的2000耶 喔 日本差不多 差不多 大概日本的很多水果桑聖類大概都差不多價錢 欸 木瓜耶 這個很有趣耶 欸 木瓜很少在日本見耶 對啊 在… 我要吃這個草莓 草莓 當季的水果 草莓本是季節嗎 所以… 對 對 大丈夫… 要吃的東西很重要 對… 這個… 什麼… Pafé 我們都只能看得到 對 不錯 對 然後小百合要吃這個 那我來吃這個好了 因為現在剛好是葡萄產季 有點想要吃這個 等一下 沒有貼價錢 我有點怕 可以看到出來後面透出來的是3500 算了 我還是選便宜一點喔 有點高一點 好 我們決定了 我們決定點一個像這樣子的聖代 然後另外我們要去買 就是再點一個它的蛋糕 然後它的蛋糕是要去看它那個冰箱裡面有些什麼 然後我們已經決定了就是這個 色香葡萄蛋糕 一塊的麥克風和 一塊的麥克風 好厲害… 對 我們的蛋糕來了 色香葡萄蛋糕 這個一定很貴 看到了 我記得1300吧 2000多塊 真的嗎 對 2000多塊 高了 但我正在乎所以 對 小百合難得回來日本 今天要來吃一下這種好東西 你看裡面有超多 超多顆在裡面的耶 滿滿的色香葡萄耶 這個是一般的店家是看不到的喔 已經有人拿著叉子在等了 OK 我們來開動吧 哇 來了 哇 少女星爆發 真的 很漂亮 欸 2021年 我最開心的是現在 喔 它上面是颶風葡萄嗎 喔 還有藍莓跟草莓 跟這個是什麼莓 紅莓 小紅莓 對 哇賽 真的滿滿的草莓 它下面也有這個 香葡萄蛋糕 哇 它這個其實是滿滿的水果的這個聖代耶 OK 那我們就開動囉 開動 開動囉 先吃 把上面這顆吃掉吧 YA 就是這個色香葡萄 超香 超好吃 而且因為色香葡萄它的皮呢 跟一般的葡萄比起來 它是稍微有點嚼勁的 很脆的感覺 然後又脆又香 好吃 那接下來是它的蛋糕的部分 吃起來感覺我必須先老實說 它的蛋糕的部分比較普通一點 沒有那麼柔軟的蛋糕 但是它下面的水果真的很微 可是色香葡萄真的就算在日本 也算是不便宜的水果啊 總共吃到像這樣滿滿的一盆 色香葡萄蛋糕也其實滿難得的喔 好吃 開動囉 OK 好吃 從哪裡吃 我真的不知道從哪邊開始吃 這個是給觀眾的 不是給我的 我要先說明一下這是給觀眾的喔 OK 它本來會不會 開動囉 嗯 好吃 嗯 嗯 也不然很新鮮 因為在日本呢 水果賣得很貴 所以呢很多咖啡店賣的東西 其實是人工的水果比較便宜 因為這樣比較便宜 但是這家還是真的是水果的Pro 對 真的 這個就是專門賣水果的店 對 是真的新鮮的 很好吃 而且他們特別選的是又不會太甜 沒有太爽的 是真的剛剛好 真的跟這些鮮奶油真的很好搭配的 嗯 甜度的感覺 我失手 看起來很好吃 日本的這種東西很好吃的是 鮮奶油還有塔斯塔醬是非常好吃的 對 真的日本的奶油都很好吃 很新鮮 對 我覺得它這個真的很好吃 因為它裡面的水果真的都很大顆 這是半顆的這個色香葡萄 啊 自己來啊 老婆四腳 對 大家不用擔心 我等一下也是會買一些回去給小米吃的 但是我覺得吃他們這邊的東西要注意一點的就是 因為他們都是很真材吃料的 然後像是奶油啊什麼 他們其實並沒有辦法完全的把水果都固定住 所以說就有可能會發生像是這樣子的 然後還要做上這些 都是小百合剛才吃的時候掉下來的 OK 我現在吃完了 對 我覺得這間店的蛋糕真的還滿… 應該說這間店的水果很厲害 雖然說它的蛋糕的部分我覺得是有點偏硬的 但是它裡面的水果真的都是真材實料 而且就我們剛才這樣進來看到 就是它真的是外面都擺滿了那種當地新鮮的水果 而且有一些它的Main裡面也有寫說 就是會依照季節然後會有不同的水果 然後像蛋糕的部分 它也說請你自己去冰櫃看嘛 就可以去看到說 現在有推出了水果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真的這間店也是不錯 但是有一點點小缺點 我是覺得喔 這間店 它單價可能還是稍微是偏貴一點的啦 因為它在日本其實說真的 吃水果本來就是一個 不像在台灣這麼可以隨手可得的事情 真的在日本能夠吃到像這樣這麼好吃 有這麼多的水果 是一個非常難得的事情 然後如果大家對於這間店有興趣的話呢 我可以把它的相關連結放在YouTube影片 小朋友說明欄內有興趣也可以去Check一下喔 小朋友怎麼想呢 很好吃 你現在顏色很小的顏色 超級好 超級好 我覺得其實這個吃杯子滿好的 因為很多上台 下面都是冰淇淋 或是下面都是那個碎片 但是這間呢 滿滿都是平線的水果 所以我覺得吃杯子很高 對 雖然說單價算是偏貴的 但是其實我覺得算是值得的 如果你有喜歡的女生來 約會的時候帶過來這裡 一定會成功 成功 約成功 對啊 說到這個 我在小百合的頻道那邊也有拍一支影片 對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歡迎也去小百合的頻道那邊看看囉 看看喔 好 我也來買一個回去給小米吃吧 OK 我們現在出來店外面呢 我還買了一個蛋糕 要等一下帶回去給小米吃 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小百合呢 對 小百合剛剛已經先離開了 因為它等一下呢 跟朋友還有約 對 因為它很難得來一趟東京 然後所以說就是約排得比較滿 所以它剛剛就先走了 然後這一次呢我覺得我們來到這一間這個果實園的這一間店 我覺得 嗯 真的是還滿不錯的 尤其是呢這邊可以吃到非常多那種當季的新鮮的水果的甜點啊 我真的是覺得還不錯 而且呢我看它的官方網站它也有說呢 它這裡也是有那種當季水果吃到飽 然後一個好像是四千塊 四五千塊左右吧 也是算是比較高單價的一個吃到飽的Course啦 不過呢能夠吃到非常多日本新鮮的水果 我覺得也是還滿不錯 雖然說它的那個水果吃到飽單價呢 有一點點高 不過呢水果吃到飽是需要事先打電話預約的 這一點其實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喔 好 那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呢 不要忘記一定要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並且一定要記得開啟小鈴鐺 點上新的影片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或者是你也可以選擇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或是用影片下面的超級感謝的功能來支持我唷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